各位朋友开这条路最怕的是不是就是过这种线宽了 其实我也怕 但是我是被逼出来了 就我在咱们乡下这一小段路上 我都要至少要一到四个 四个以上的这种线宽 首先我出咱们的村落就有一个线宽 然后上高速就是我们这种新修的路上 又有一个线宽 然后中途 村子插路又有一个 然后我们下这个路口又有一个 你看看我就这么一小段路 前程四公里都没有 我过了四个线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边的线宽端特别多 因为我们这里大车特别多 所以新手开车上路不问别的 一定要写一下咱们的过线宽 尤其是来乡村道路开车 我的技术早期也不好 都是被我们这个乡村道路逼出来的 你又想要有车 你又必须开回家 那么你就必须逼自己 掌握一下左右车界 我们随便找一条咱们的这个路 上路以前你看一眼就可以 就像车哥的把我的双手 上路以前是不是前面有线宽了 我把车往路边一靠 把我的双手伸出来 把十只伸出来 咱们可以看左手就是左侧车肌 右手就是右侧车肌 过线宽时把我们的十只伸出来 可以像车哥一样把咱们的这两个点画出来 对不对 这两个点对齐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开车上路的时候 正常坐着看出间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按前点 是不是扫着我们的马路牙子的位置 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视镜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视镜中 我们的车身和马路牙子 至少还有20厘米 右侧大家可以看看右侧车也是扫着咱们的马路牙子走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右侧后视镜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后视镜中我们的车身和马路牙子的距离至少还有20厘米 其实你们上路以前就找一个参考就像车哥一样把我们的十只这样伸出来 然后找一下让他右侧你找到20厘米的挺好 然后左侧再看实在记不住的这两个点记住了 就是说没有信息 很多信任朋友没有自信 那么你们看一下 我的车的这个点扫着马路牙子的是这个位置走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么沿过来 对不对 大概的距离就是30厘米 那么右侧也是一样的 右侧的安全点扫着我们就走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至少还有30厘米 那么只要记住咱们这个点以后 我们再来过线宽 无论是什么线宽 咱们都看一下 只要把我们这两个点找好以后 我们再来随便摆摆我们的车身 把车往前开的时候盯着引擎盖 引擎盖和站在底部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车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两个点 是不是 障碍屋是否出现在咱们的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是否在障碍屋的内侧 是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通过时哈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车辆哈会寡秤到旁边障碍我每个现款的距离哈都不一样 那么方法都是不变的 把车往前开盯着引擎盖盖住障碍屋底部后哈 我们看我们的这一个两个点 是不是在障碍屋内侧或者说障碍屋是否出现在两个岸田边以外 是我们就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通过的是吧 我们适当的修正方向盘 这样哈 我们的车辆就不会刮蹭到我们的这个障碍屋 我们的车辆就不会刮蹭到我们的车辆